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繼續講講黎智英的事件 黎智英說他獄成攬炒巴 將他培獄成為攬炒派的精神領袖 但又說精神領袖又不是領袖 你究竟說什麼東西呢 真是令人想說粗口 不是開玩笑 其實他亂說話是想做什麼呢 其實他也是想淡化和黑暴之間的關係 但其實他怎樣淡化都淡化不了 因為他就是黑暴的頭 整件事到底是怎樣 我們待會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 就涉嫌勾結外國勢力這條罪 今天也繼續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訊 也繼續由黎智英自己去自辯 而今天也繼續由黎智英和陳梓華的對話內容 和攬炒巴劉祖迪之間的關係 作出不同的提問 首先 今天繼續問到黎智英 是不是想培育攬炒巴劉祖迪成為政治明星 想他成為勇武派的領袖 不用問 黎智英當然是一定不認的 大家聽了幾天都知道 聽了幾天審訊都知道 還狡辯說只是想他成為一個 成立一個領袖團 還說只是想他做勇武派的精神領袖 想他就範 指引勇武派的行動 因為黎智英說 在《蘋果日報》有報導過 不是說是連登仔很多人追蹤劉祖迪 所以覺得他很有影響力 但是 即是怎樣 他一開始說不認 想培育攬炒巴做他的黑暴的領袖 但是他又說我是培育他做一個精神領袖 那即是他覺得精神領袖不是領袖 不是吧 沒有可能的 那如果是的話 那些什麼教宗啊 教皇啊 教什麼啊那些 都不是領袖啦 是不是 當然不是啦 不可以這樣做一個對比的 所以其實都是領袖來的 只不過他不認 不過說謊多就會忘記自己說過些什麼 而法官也對黎智英是有所質疑的 因為法官說黎智英曾經是說過 當中他們所有人沒有領袖的嘛 沒有大台嘛 但現在又說劉祖迪是沒有領袖能力 所以不是一個有效率的領袖 是一個精神領袖 那即是劉祖迪其實是否領袖呢 不知道 不過有一樣東西就是 黎智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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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沒有了 坐實了 說回陳子華 雖然黎智英和陳子華多次密會 但是他今天竟然想淡化兩個人的關係 先是黎智英 他說自己和陳子華其實很少講電話 如果陳子華打給黎智英 都是約見面的 但會遲到這樣 大哥你作為大哥 主角最後才出場的嘛 遲到一點是正常的 不過法官就揭穿了些事實 他們多次的致電 還說黎智英多次打過電話給陳子華 很明顯有急事 很明顯有合作 否則打給他做什麼 對不對 有一次黎智英約陳子華見面 但是黎智英就提議陳子華由後門 進去他的辦公室大樓那裡 大哥你很明顯這樣 是不想讓人知道他的關係 他們兩個關係 雖然黎智英很想盡力淡化兩個人的關係 不過很多的事情其實都看得出 他們兩個關係非遲 而不是沒有什麼關係 首先黎智英在法庭上面 就承認了將他自己持有的一間空間公司 Lowclock 傳數的股權轉了給陳子華 而這間公司銀行戶口裡面還有8萬元 即是給一些獎金給他 或者給一些辦公費用給他 出糧給他 而麥智英也之前曾經承認過 就是和陳子華有關係的 也都因為陳子華幫黎智英做事 所以就是給公司的作為報酬 黎智英沒理由不記得的 是不是 不單這樣 黎智英就說 美國前駐港總理事郭明漢 曾經是將一些機密文件 商了給他 還叫他不要傳給別人 不過最後黎智英就傳給陳子華 美國下命令你不要傳給別人 你傳給陳子華 那你兩個都非常親密 而陳子華就說 有個勇武組織想搞一個展覽 黎智英就立即說支持 贊助組織10萬元 還有 陳子華說想黎智英安排他 他在台灣的政府部長級的唐諷 黎智英呢 就說 他不知道什麼原因也好 都幫他安排 你建立你不用告訴為什麼 我幫你安排 不過最後 就拼包了 其實是黎智英建議他去見唐諷 不是陳子華提議 是黎智英建議的 那我初選 黎智英就說自己不關心 不過就被法官質疑他既然是不關心的話 那《蘋果日報》為什麼會彈時報道呢 還看一些記錄 陳子華在初選之後更多謝黎智英 而黎智英還回應他說 初選是一個奇蹟的事情 不單這樣 陳子華還發了有關於初選的訊息給黎智英 如果他們沒有討論過那麼多東西 沒有討論過初選 有莫不關心的話 為什麼這麼多證據都證實了 其實黎智英為初選這件事 做了很多事 還要引起法官的質疑呢 今天在法庭上另一個重點就是黎智英他說 在他自己未被人抓之前 其實是期望特朗普 會更加嚴厲地制裁我們中國政府 去阻礙我們香港國安法的落實 當中法官也都質疑黎智英多次用更這個字眼 即是說他其實是知道美國是會對我們中國政府進行制裁 不過其實最後黎智英是直接承認了 他希望美國政府制裁是盡快實行 還說要更加嚴厲 所以整天將它更字講出來 還要更加具危險性和破壞性和威迫性 喂 那你這樣還不是勾結外國勢力 雖然黎智英否認就是他對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不擔心 不過我想很多人其實 其實很多人 很多人 都證實了黎智英其實他是擔心 因為陳子華和黎智英說 香港國安法主要針對境內外的勇武人士 港獨分子和煽惑的一些群眾的人士等等 還提黎智英無必要謹慎小心 他們之後都在WhatsApp那裡的溝通 全部轉了signal 說什麼不擔心其實都是死賊 不擔心你幹嘛轉那些頻道 對不對 而今天你的亮點 亦都是法官都開始對黎智英的朱隊友和律師 看不過眼了 今天法官就是訓斥辯方律師引渡黎智英作答 和重複題文 事緣辯方律師的朱隊友 就到黎智英和陳子華的WhatsApp對話記錄作出題文 當中問到黎智英轉載給陳子華的香港01報道中 有沒有披露香港國安法的內容 辯方律師就不切地幫黎智英自己主動作答 所以就被法官責備他引導性提問 另外辯方那些朱隊友律師多次重複 詢問同一個問題 例如黎智英為什麼讀更嚴苛制裁 再次被法官訓斥 你問了我多次了 沒有新意 幹嘛要花時間 雖然今天黎智英多次想淡化他和勇武派 初選等等不同的關係 不過證據是不會說謊的 加上他有些朱隊友和有些篤灰的二五仔 我想黎智英都應該是越來越走不掉了 我們會繼續期待下一個星期的審訊 看看下個星期 因為黎智英和他的豬隊友和他的二五仔 會做出什麼很好笑的事情給大家看 不知道哪個一點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已經看這件事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我們晚點照舊10點半鐘和大家直播見面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以及熱身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噹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